Hello 大家好,我是60后退休生活的Miu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个月在新加坡玩的时候狂食榴莲呢? 回到香港,我们都念念不忘 妈妈多次提到好怀念猫山王的味道 私逢有位旧同事介绍在网上订猫山王 他们上星期六吃个,味道都不错 一箱有3个,4kg,360元 而一箱10kg,6-9个,850元 昨天,星期日,刚刚好,我们就去感田农场摘菜 于是我们就打电话去订了一箱 摘完菜后就入元朗自己拿货 由感田开车入元朗,不用15分钟就已经到了安宁路 他们的店铺在安宁路和安顺街交界 停车也算方便 他们又可以安排Van仔送货去你家 但我旧同事说,他说叫Van仔的费用200多元 不算了 我们就来到店铺,见到店铺对面有新货 老公Sisa落车去买榴莲 他买了一箱4kg,但开箱见到其中有2个过头就较小 于是我们立即回到店铺,就叫职员开一箱10kg给我们看看 开箱之后见到有6个形状都市市正正的 于是我们就立即补钱更换 好,现在就轮到我去水果店看看 先看 卖什么? 卖三样东西 8盒 8盒 103 这叫做日本蜜枝吉 和卖番薯薯仔 哦,番薯薯仔 这间生果店主要是卖进口的生果 价钱还可以 登登登登 我们买了10kg,6个猫山王 好,现在我们先把它放上桌 不得之了啊 哇,先看看 这个磅 这个磅 这个磅也不小 是的,也是差不多 看看 这个都没有拔开 挺漂亮 挺漂亮 很漂亮 但是真的很香啊 是呀,很香 这个1.5kg 这个也是1.4kg 差不多 这个小点 这个1.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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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1.7kg 1.8kg 1.5kg 这个1.8kg 1.79 這個好像也很大 這個1.9 這個大 2.13 6個榴槤的總重量是10.3kg 在家想吃當然是自己開榴槤 你看Cesar雞手鴨腳 最終要請我們在印尼有榴槤樹的姐姐 Lava出手 兩三下手勢就開榴槤了 嘩!厲害了 一下子 黃玉燈包 嘩! 我要請教她 嘩!我先請教她 你們快點把榴槤給婆婆 嘩! 小心啊! 你要先拍一下婆婆的樣子 哈哈! 婆婆笑得多開心 嘩! 正啊! 正啊! Lava是不是正啊? 都不懂嗎? 好嗎? 嗯! 它是有些苦味的 金苦味 貓山王的特點是有些金苦味 嘩! 都很多啊! 這裡一個都很多 好香啊! 剛才呢 我們一天在電梯 在電梯裡面已經聞到榴槤味 接著一口電梯在大堂那裡 多厲害啊! 我怕被人投訴 啊! 這個是呀! 這個不是酒店啊! 正啊! 這個核好像很薄啊! 你看這個很薄啊! 你看這個 嘩! 薄到! 好! 甜啊! 同西加坡我們吃的 我們四個人吃的當然不夠了 於是要多選一個了 是不是這個好一點? 這個啊! 是啊! 這個是不是熟一點? 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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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又要Lava出馬 我們下次去你家人來吃榴槤 吃炸樹菠蘿 好! 熟一熟一熟 那天都是好吃的 在印尼老人乖不乖? 嗯! 怎麼說呢? 現在一熟了 怎麼說呢? 現在這麼久沒有回去 是啊! 生! 嘩! 好! 很漂亮 哇,很多桌子有肉 桌子有肉 綠飯 1,2,3,4,5 好脹 1,2,3,4,5,6 熟了 來,放過去婆婆那裡 你們就是 我怕是拿給婆婆 婆婆說我要自己來 你看看雪雪 看著我們 為何每次你們吃東西 我都沒得吃 可可雪雪 是不是? 都好吃 她說有一點苦苦 是嗎? 是 第一口吃到苦苦的味 是嗎? 是的 我就是吃到甜味 這個更黏 這個更黏 對 這個更黏 沒有剛才那個更甜 剛才那個更甜 這個更黏 這個更黏 嗯 這個更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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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花糖的味 是嗎? 婆婆呢? 有什麼評語呢? 總之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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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更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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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呢? 這個更黏 對 剛才那個真的很甜 有網友說 加少許鹽 為什麼 你拿爸爸喝過那個殼嗎? 是嗎? OK 然後 加點水 這樣喝了 清熱 其實都是喝鹽水 嗯 嗯 我們還有四個 還有四個 三成一會兒你拿一個回去吧 我們就有三個 我們留下兩個 就是星期二晚海鮮大餐的時候吃 這個玻璃盒的榴槤 是我把兩個最後的榴槤擦殼之後放在玻璃盒裡面 兩個已經裝滿滿了 而且香氣十足 我昨天在北河街市山那一檔 都看到他們有賣貓山王 標價四十元一磅 但是我們經過走近的時候 完全聞不到香味 馬來西亞的貓山王 全部都是樹上熟 自己在樹上跌下來 所以運到來香港一定是熟透 香氣四日的了 真正的貓山王 在底部有五角的星蜜 肉質是金黃色 核是扁身和細 入口有瀉香貓的榴槤香味 甜中帶甘 就如我老公所說的 有苦味 而貓山王可以分為A果 B果和C果 以形狀來區分 我們今次買東西是B果 雖然外觀 特別蘋果肉較少 但是我這六個榴槤 外形也可以 果肉也不少 而且榴槤香味十足 最搞笑的就是我第二天 將這個發布膠放在車尾 去買海鮮 打開車尾箱的時候 震震的榴槤味已經湧出來了 嚇到途徑路人急步走開 但是我們喜歡吃榴槤的 真的很喜歡這個味道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請給我們一個Like 和分享出去 如果你還未訂閱 就快點訂閱 和按旁邊小鈴鐺 我們有新影片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